Hi guys,大家好 最近升级了一下我的设备 以后是不是可以做一些ASMR 在过去的一年里呢 我觉得我确实比之前能花钱能多了 具体是什么在影响着我呢 我觉得应该就是互联网吧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有那种时刻吧 就是偶然看到一个购物分享 然后会突然对一个完全你不感冒 或者是说完全你之前甚至不知道的东西 感觉到一阵心动 就是一阵那种心痒 觉得我立马要得到它了 You're not alone 现在的社交平台社交网络 真的在默默地改变着我们的消费观 还有消费习惯 就昨天嘛 昨天我刷到了一个迷你的Chanel 2.55 这个包我在逛街的时候也有看到过它食物 就是完全不感冒 而且质感也很一般 但是昨天刷到的时候就立刻想说 周末要不要冲去店里问一下看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就买 然后互联网上很流行一些 现在叫做microtrans 就是一些很迷你的潮流趋势 比如说像去年的balletcore 然后有office siren 最近有all grey 什么new vintage 很多很多可能存活不到两个月的这种microtrans 有时候这些标签我觉得其实还蛮莫莫名其妙的吧 但是没办法就是大家在发东西的时候就像我 也会带一些这种tag 所有人都会希望自己发的东西有更多人看到 这些microtrans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灵感 但是同样我觉得它带来更多的可能是一些没有必要的消费 比如说在知道balletcore之前 我觉得我完全不会对于丝绸的蝴蝶结感兴趣 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想开启一个新的就是tag的栏目吧 在我不用去消费更多 没有展示过多的生活 没有丰富的产品 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ball反正它放在这有点好看 我就先放在这 yeah just you and me 今天呢我准备了几个站在一个爱打扮的女孩的角度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在上面花过多钱财的方面 第一呢我觉得是接睫毛 在我刚刚接触接睫毛的时候 曾经大概有半年吧 完全是不间断的在接睫毛 大概一周多就要去补一次 因为接睫毛可以让我们的眼睛放大很多 觉得我一开始也是尝到这个甜头 但是大概在接了半年左右之后呢 眼睛就开始出现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找不到那个问题的根源 就是刚一接完 然后我的眼睛就会肿起来 就是双眼皮就像刚拉了双眼皮一样 然后那个眼睛也会有一些奇怪的分泌物 然后眼皮会有点痛 我发现我是对它的眼膜过敏 接睫毛它不都会给你贴一个那种gel的眼贴毛 我在排除各种因素之后 我发现我是对那个玩意过敏 但是我还是在接 就我觉得它真的有一种接近整形的那种区别吧 但是我觉得呢这个错觉其实只限于你看自己 其实我们在看从其他角度看别的女生接睫毛的时候 其实就除非一些接的非常自然的宽 我觉得都是能看出来的 这是接的睫毛 有时候上面还会沾一些那种眼影粉啊亮片啊 就显得整个人很不干净 万一是那种掉了一两根 还没到你要去补的时候 从别人的视角来看也都是 嗯就我觉得挺不美观的 但是这个事一放在自己身上 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想不明白 觉得就是没有办法从其他的角度看到自己的睫毛吧 这睫毛在北京的话一般原价好一点的浓一点的都要八九百 当然你可以去冲个卡然后会打个折 但是打完折的价格其实怎么都要四五百吧 经常我在接的时候我就会看到 比如说我们要选那个毛 负责接睫毛的那些姑娘就会把睫毛拿给你看嘛 然后还会让你去摸 说哎那你这个都让我们摸了一会儿 就直接接到眼睛上 他说啊不是 我们一会儿都会拿新的 但是他明明用的就是刚才那个盒啊 而且他又没办法给那个毛直接消毒 他最多也就是消毒一下那些镊子啊什么的 这个卫生真的是很堪忧 然后就是我觉得他也会对我们的睫毛造成损害 就像我之前有在接睫毛 然后有在带假睫毛的时候 那个睫毛卸掉 发现我自己的睫毛状态真的很差 但是现在就是我发现我可以直凸睫毛膏 也觉得很OK 第二个点 我觉得就是咖啡 尤其是咖啡的takeout 咖啡的外卖 我觉得很多人会把喝咖啡这个事情浪漫化 You want to go grab coffee? 我又一个特别爱点咖啡外卖的好朋友 因为我觉得他这样真的有点浪费 所以有一年他过生日的时候 我送了他一个咖啡机 是好的那种 还可以那个打奶泡做拿铁的 因为他爱喝拿铁 但是呢后来我发现 他根本就没有用过这个咖啡机 送了他一两年吧 他好像都没有把那咖啡机从包装拿出来 后来我就逼他逼他 终于拿出来之后他也不用 他现在还是天天敢点咖啡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爱点咖啡的人就真的爱点咖啡 送过来一个那种已经做好的确实喝起来 有的时候是挺爽的 但是我觉得那个价格就真的很夸张 除非是旅游吧 我就是没有办法 不然我一定是会自己在家做 自己做的话 他也不会产生过度的包装啊 还有垃圾 包括我之前买的一个新加坡的挂尔咖啡 都是有很多不同的风味 你在家就可以体验到 但是比如说你去像星巴克这样的连锁 他味道都差不多吧 然后第三个呢我觉得是快时尚服装 觉得我过去是会买的 比如说IMG啊 质量真的太糟糕了 看到拍照你会觉得还OK 但是那个实物真的就是不行 当时觉得好好看 因为它的版型啊什么的确实是好看的 而且他们会给到很多欧美的网红啊 还有博主 如果你一直刷Instagram的话 你就会真的非常容易被种草 定价我觉得不算很贵吧 几百到一千之内 会想凑那个运费 就是会买更多 但是买更多的结果就是会浪费更多的钱 家里堆着更多 你只穿了一次就要扔掉的衣服 今年我是包括我跟我的好朋友 就是我们俩 因为之前太疯狂了吧 因为我们两个去旅游 尤其是在去欧洲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是那个眼睛 看到漂亮的衣服包包鞋子 眼睛都红了 经历过那段时期之后呢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是在给对方下头 合理的思考 就是我们逛完这家店呢 会跟人家说OK我们出去走一下 然后想一下这个血压从头下来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其实你也没有那么需要它 就像很多你之前买过的单品 你以为你会天天用 但是完全没有用 我现在最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就是这个包 这个是在泰国买的嘛 我觉得网络上很多人会告诉你一九 它是一个多好用多好用的包 真的也是你要用过你才知道 购物开箱的顶峰时期是不是疫情期间 然后包括就是疫情刚过的时候 因为那会儿大家可能就是非常习惯网购这件事情了 我们已经不去逛街了 后来我觉得我慢慢的就开始被同化吧 当你看一个人说这个包好用的时候 你可能不觉得有什么 但是你看到成百上千个人都在说 我觉得持久真的是我买过最值的Chanel的包包 价格还没有标到那么高 就是真的要早早下手啊 第四个 我在今年我觉得 我不会去浪费钱在上面的东西是鸡尾酒 我觉得这个跟咖啡还不一样 因为咖啡我觉得已经是现代年轻人的必需品 但是鸡尾酒的话可能它就是针对像我这种酒鬼 或者是一些都市利人 因为在几年前我觉得鸡尾酒还是一个想做的好喝 还是真的非常不容易的 而且那会儿好像不太会有预调鸡尾酒吧 就大家都是各凭本事 很多店铺我觉得他们也会安插一个非常会懂得人际关系的经历 当你去到这些店里的时候 你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喝酒体验的 而现在呢 很多我喜欢的店也都关掉了 一些新开的店我觉得质量就是参丝不起 我尤其是很讨厌喝芋条的鸡尾酒 虽然有些味道真的不错 但是有的时候当你看到他们就是从一个大塑料桶里 然后把已经预制好的这个饮料放到 无论那个杯子有多精致倒进去 我都觉得很下头 而且像现在一线城市 这个一杯鸡尾酒的价格真的是能不能有点良心啊 像有的地方会卖到150 至少我觉得平均价是在85一杯吧 那喝酒会少很多 除非是在旅游或者是说某一家店 我觉得非常值得去的话我会去 最近三个月我觉得我探了这么多家店 我觉得只有一到两家我觉得是值得去的 近期我不会像以前那样去疯狂的给大家推荐我爱的酒吧 因为没有 有的时候我甚至我觉得外食都是一种对我智商和口味的亵渎 让人觉得这钱花的很可笑吧 那最后其实我有点纠结 因为我本来想说的是大牌包包 像去年和前年 尤其是去年吧 真的买了很多很多的包包 但是我发现我真正就很爱用的还是一些简单的款式 这个确实挺好用的 去超市健身我都会用它 但是在上网之后呢 你会看到很多的和你一样的年轻人真的是有好多好多包包 就你也会想要去拥有吧 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我是 可能现在我还是 我觉得我是那种需要有很多物质充满自己围绕自己 我才会感受到安全感 不知道是一种收集屁还是 我觉得一个东西如果有两个或者以上 我就会觉得很有安全感 我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出去玩 住某些酒店或者是说机票挺贵的 但是你看如果你少买一个 所谓的时尚必备单品上面省一点钱 真的是可以攒来去干很多很多的事情 这个也是我今年的一个小课题吧 而且像现在的Chanel Oh my god Chanel的价格就像疯了一样 之后如果他们不做出 他们品牌应该很难降价吧 但是如果他们不做出一些改变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办法买啊 前几个礼拜看到爱马仕的mini lindy很想买 当时试到手上真的是非常的上头 但是现在过了几周我觉得好像也还好 然后就开始想那个包到底要怎么用 它是古的 然后它的肩带也不能拆卸 然后每次打开它要那样那样那样 然后我又整天留这么老长的指甲 我真的是 因为我最近的目标就是想让自己真的是更加理性 然后也想让我的频道不止之前的内容吧 想跟大家探讨一些更现实实际的问题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或者这个新栏目的话 请把我的第一次跟大家说这么官方的话 希望你们把这个视频或者我本人分享给更多的观众哦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 bye